来关注国际新闻 据央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31号表示 他将禁止TikTok在美国运营 最早于8月1号实施 并且暗示他不会支持美国公司去收购TikTok 8月1号 TikTok美国总经理瓦尼莎·佩帕斯发表视频 对美国用户表示我们不会离开 TikTok在美国有长远发展的打算 曾有报道指出 特朗普政府对TikTok的封禁威胁 已持续数周 在特朗普表态前 微软和字节跳动正在深入协商对话 后有消息称 字节跳动方面已经同意剥离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另还有报道称 有参与谈判的消息人士透露 交易谈判尚未终结 两家公司仍在试图弄清白宫的立场 判断政府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制裁动作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